王毅低聲下氣球對談 菲律賓怒撤中非海景熱線 不敢發布青年失業數據 中共被批評掩耳盜鈴 俄羅斯轟炸機進入英國飛航情報區 英國戰機緊急升空 又參與抗議賴清德 四年前紐約打人者被認出 大陸兩名女子運動員 遭世界田徑聯合會除名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6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我是黃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被北京捉怒 菲律賓終於反面了 中共與菲律賓在南沙人外交多次發生衝突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出訪 突然放軟聲調向菲律賓溫柔呼籲 並將衝突賴在美國身上 說是美國在一旁線封點火導致的 但現在菲律賓的回應來了 菲律賓已經切斷了中非雙方的海警熱線 更宣布中方如果強拆擱擱在人外交的軍艦 將會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 菲律賓破舊的登陸艦馬德雷山號 24年前在人外交擱擱 菲律賓派遣十多名海軍陸戰隊隊員駐守 並即定期派員運送補給換班 成為菲律賓和中國主權爭議的前哨站 中共更指責菲律賓 是孤衣作尋 等登陸艦坐灘人愛照 政席雙方對峙 爭德蘭、芬蘭、解枝制 和毅日前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 剛說到菲律賓那時 就將矛頭指向美國 指責美國同盟友為了本身的利益 挑撥中非關係 挑動地區對抗 是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還呼籲菲律賓警惕幕後黑手 還說中方多次提出 願意與菲律賓展開雙邊對話 妥善處理分歧 希望菲律賓下手兩國共識 珍惜雙邊關係 但是令中共措手不及的是 菲律賓海巡處發言人塔里埃拉公開聲稱 菲律賓已經停用和中國海警之間的熱線電話 因為這條熱線沒有為該國帶來太多實質好處 並且未能從中受益 據悉 北京在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時期 在馬尼拉開通的一條通話熱線 容易是當雙方在海上出現磨擦的時候 避免雙方產生誤解誤判 減少衝突風險 菲律賓軍方發言人阿吉拉爾強硬表示 如果中共強行拆除 擱淺在人外朝附近的軍艦 菲律賓將會別無選擇 採取必要的軍事智慧行動 中共的單一敵對行為 所引發的一切後果 終會歸咎於他們自己 台灣媒體新頭殼評論人士 楊宏基的觀點認為 以今日共軍的軍事實力 要完成人外朝的攻堅奪取 大概要四艘新入列的第五批次 054A型導彈護衛艦 加上艦載直20F中型通用直升機 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 四小時就應該可以完成任務 但是帶來的麻煩 估計中共很難應付 馬德雷山號 在菲律賓海軍所屬的軍艦 從未退役或除名 也就是說 它是一手現役軍艦 直接發動軍事攻擊 這就是掀起戰爭 給美國機會出手干預 而戰爭一旦發生的話 就可能擴大到台海、東海 令中共多年精心打造的南水海軍 必須要面臨美國、日本、南韓 和澳洲等國家的基本考驗 不是開出去在特定地方 升空起降做秀拍攝 而是面對火力的戰鬥 現在的中共沒有把握隨得勝利 目前 菲律賓和澳洲皇家海軍兩棲攻擊艦 坎培拉號 在南海舉行有史以來 首次兩棲登陸聯合軍事演習 中國軍事評論 默寫東營說春秋推算 不排除菲律賓 會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軍事演習 藉助美澳兩國的軍事力量 向人愛焦座灘的軍艦強行補給 拜登也將會在8月18日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南韓總統尹錫悦會晤 在大衛營舉行領袖峰會 推出新防禦倡議 菲律賓更加完全不客氣 對準中共最體重的台海問題 鄭仲提醒 15日發表6年國家安全政策文件 將中共武力侵台 引發的台灣海峽軍事衝突風險 視作為重大擔憂 並且尋求加強和盟友美國的 共同防禦關係 和區域夥伴的其他現有機制 以實現可信的防禦能力 面對各強國的聯合力挺 中共這次又進退兩難 毫無辦法 中國經濟的各種問題集中爆發 社會危機四伏 城鎮青年失業率連續走高 8月15日中共國家統計局宣布 自從今年8月份開始 中國年輕人等分年齡階段的 城鎮調查失業率將會暫停公佈 網友諷刺說 數據差到連統計局都無法美化的程度 據官方媒體報導 該失業率暫停公佈的主要原因是 經濟社會不斷發展變化 統計工作需要不斷改善 勞動力調查統計也需要進一步健全 報導說在校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 畢業之前找工作的學生 是不是應該納入勞動力調查統計 社會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 需要進一步研究 再譬如 隨著中國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 青年人在校學習的時間增加 在勞動力調查統計之中 對於青年人年齡範圍的界定 也需要進一步研究等等 給出一大堆解釋 但是根據中國官方公佈的數據 16至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 由4月的20.4% 一路攀升到21.3% 創下2018年開始這項數據以來的最高比率 顯示很多大學生一畢業就立即失業 在大學畢業生面臨有史以來 最艱難求職貴的同時 官方暫停公佈青年失業數據的消息 在微博就招致大批雜貌 和批當局掩耳盜鈴 香港傳媒《香港01》發表評論指出 官方此舉很可能有難言之隱 由中國網絡輿論的反應來看 官方的解釋難以說服公眾 優化統計工作 絕對不能代表暫時不公佈統計數據 更加不能代表問題不存在 另外有網友譏諷 塞著把口蒙著雙眼 就能解決問題嗎? 只要我不公佈問題 問題就不存在 你再問我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兩架俄羅斯光炸機 15日早上飛越蘇格蘭以北 英國空軍出動颱風戰鬥機 緊急升空攔截 英國國防部指出 兩架俄羅斯陶波列夫式 海上偵察反潛長程轟炸機 TU-142 在上午飛越蘇格蘭 西德蘭群島以北 進入英國飛航情報區 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這套巡航區空域 美國空軍幾架颱風戰鬥機 由蘇格蘭東北部 諾西茅斯空軍機地緊急升空 攔截並且伴飛監控俄羅斯軍機動態 一架航海加空中加油機也升空 全程執行空中加油任務 西德蘭群島位於英國領土最北端 介於挪威和英國之間 諾西茅斯基地 是英國空軍兩個快速反應警報站之一 兩架俄羅斯軍機 未有穿越國際空域 侵犯英國領空 但是英國國防部強調 將入英國飛航情報區FIR的俄羅斯軍機 足以對包括民航機 在內的其他飛機造成危害 這些俄羅斯軍機 往往不同地面的 國際航空交通管制站通話聯絡 主要負責武裝部隊事務的 國防副大臣許澤明說 駐諾西茅斯基地空軍 將會持續監控英國空域 隨時準備好 立即採取行動 維護英國安全 根據公開資料 俄羅斯軍機有多次不事先通報 不同地面航空交通管制站通話聯絡 就航行穿越英國FIR的記錄 英國軍機升空攔截半飛 有座航空交通管制站 掌握俄羅斯軍機的行蹤 確保國際飛航安全 另外也有阻嚇 展現防衛決心和實力的作用 周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出訪巴拉圭 過境紐約 親共僑胞團體要拆存在感 約來湊熱鬧 12日晚上親共分子沒有出現 但13日在十二大道的僑議會所外 紐約和平統一觸續會等親共僑胞團體在場外抗議 一名四年前打傷了歡迎蔡英文的人士 而當場被捕的華人男子 被認出再次出現在抗議人群當中 這次他帶了一副墨鏡 站在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總會主席 陳善莊的後面 但一眼就被人認出 他2019年7月 在蔡英文過境紐約抵達酒店之前 追打歡迎蔡英文的民主人士 當場就被警察帶上手扣 押上警車帶走 當時有至少五名中國民主黨黨員受傷 中國民主黨黨員王永鴻也被襲擊 他8月13日表示 他認得這個人 當時參與暴力的有好幾個人 這個就是被警方逮捕的 王永鴻說 他這次又出現還不知道收斂 說明他們很放肆 中共說人家是麻煩製造者 其實他才是麻煩製造者 從來都是灑流文 賊喊捉賊 據悉 今次中共還採取一招新辦法 用車輛 在車身掛上挑釁性的橫額遊街 例如一部掛著 美國福州十一同鄉會標誌的農夫車 掛的橫額就寫著侮辱性說話 當時正在會所外接受採訪的 台灣日社團聯合會副會長許百成大聲回應說 打倒共產黨滾出美國 共產黨走開 許百成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這種人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 受到美國言論自由的保護 但我們也知道 共產黨的行為 在美國是會觸犯法律的 有些人因為接受中國公安的指令 而觸發美國執法單位的行動 也有來自大陸的華人 來歡迎賴清德副總統 許百成說 看到最近在中國 有些人偷渡到美國 而且還越來越多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中共這種統治手法 令人民沒有辦法安居樂業 我想他們出來支持 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暴政下的現象 近日 世界田徑聯合會公布最新的世界排名 來自中國大陸的兩位女子田徑運動員 廖孟雪和童曾寬 在400米成績和全球排名雙雙在榜單上消失 引發外界關注 事實上 這兩名所謂的女子田徑選手 在此之前已經一直因為外形太過男性化 而受到外界普遍的質疑 今次沒有任何說明就被取消了世界排名 讓兩人的性別爭議再度浮上台面 而大陸田徑協會目前低調處理 據了解 廖孟雪和童曾寬 都是湖南本地選手 廖孟雪專攻200米和400米 而童曾寬就專注於400米賽跑項目 兩人過去就曾經因為明顯的後悶 過於發達的肌肉等男性特徵 身材也沒有典型女性特徵 被質疑真實性別是男性 今年較早時候的6月份 大陸田徑協會應國際田徑聯合會的要求下發通知 要求各省市隊的田徑中心 對女性選手進行嚴格的血膏和荷爾蒙檢測 一旦超過國際田徑聯合會規定的標準 就要禁止該選手參賽 因此兩人被除名 也被認為是和這個規定有關 但是大陸自媒體似乎幫他們找藉口 在報導廖孟雪和童曾寬取消世界排名的事件的時候 特別強調過去男性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的情況是有發生 對此中國體育部門還未回應 不過有中國媒體發文表示 兩人的成績和資料都還能搜尋得到 希望藉此為自己的選手撲火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也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